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久了 不是老师约的那一个 是他们自己后来 自己约的 野柳 不是师兄是姐松一口气 是我松一口气 你没有让他们造成太大的困扰 各位好 欢迎来到大爱会客室 为您推荐的好戏 请千万里 今天在节目当中来邀请到的这三位 首先是两位本尊 我们来欢迎的是汪真真师姐 主持人好 全球大爱观众大家好 欢迎周总田师兄 主持人好 全球大爱观众大家好 欢迎好生 毕秀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一路看到这边 真的是替你们这一对有情人 捏了好几把冷汗对不对 那后来妈妈 当她有一些些的阻挠的时候 除了担心说 因为家里头有长辈之外 还有其他考量的事情吗 考量她觉得说 她不是在公家机关上班 而且那时候起初是台南 甚至后来到台北来 那也是在他们的心目中 不是那种公家机构的 那个没有保障 又没有房子 这是她不占优势的条件 的关系 所以妈妈反对 这都出自于爱女儿 她的这种善意 保护女儿 我们能体谅 所以我觉得 当然师姐她自己的想法 是这样子 但是这个周 周家的爸爸妈妈 可能这个时候 担心自己的孩子 怎么还没有 会帮忙帮你们的时候 赶紧就会来 这个探探这个表哥 当时这个没人 可能是你签的 我们就请这个号生 来感受一下 其实表哥那时候的心境好了 包括了分分合合 你可能在这当中 都是会协助他们 希望可以有幸运终神眷属 看待这一对的感情 这么样子的坚韧 然后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都还是这么样子的 有屹立向前 佩不佩服 其实我当然是佩服 当然是佩服 但是我不认为 东老师他会很担心这一点 我不太认为 因为两个人斗起来 就是非常的合适 只是说爸妈的担心 他必须要去安抚他们 要让他们能够比较安心一点 所以我个人的揣测 觉得这个东老师 他可能花比较多的心力 在阿姨的身上 就是如何去安抚他们 可能在对于师兄跟师姐 他们当中的磨合 可能施力会少一点点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因为其实结婚结婚 从以前到现在 大部分的人都还是会提到 是两个家庭结合的事情 很多都是因为各自的父母 都心疼自己的孩子 所以会有一些些的问号 会有一些条件 年轻人搞不好都没什么问题 去面对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其实也可以感受到说 两个人的一个方向跟想法 是很一致的 五十几年的时间了 默契应该是不错吧 常常有没有 其实师兄一个眼神 你就知道他想说什么 有时候吧 有时候会 这个师兄应该更是了吧 我了解他会比较更敏感一点 但是因为我有时候就 因为我这个脑子比较有创意 做一些有些人不了解的 而且我是全球在跑的人 所以有新鲜的东西什么 就有时候他就理解不过来 是这样子 不过还好了 好 我们刚刚有提到默契 我们这个要来给大家 这是原本年轻人才会玩的事情 可是我们在大爱会课室 今天也给大家增加一些乐趣 我们底下有两个板子 我们是不是请师兄师姐拿出来 老夫老妻一定有很多彼此了解的 然后你还记不记得 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人生的很多的 珍贵的记忆 想起来是甜蜜的 我们今天请两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了 首先我们想要先请教两位 要写下来 阿伯偷看喔 好 还记得第一次去看电影的片名是什么吗 这个题目很难耶 真的 你写得出来吗 问我的话我大概也问 我也大概也写 何况这么多年之前 有人很认真的在想 是不是这个 所以你看我就说师兄是脑袋通手 真的 其实我们在剧情里面有透露出来 然后只是说到时候这个 这个 那个编剧他采用的是哪一个 因为这两个剧名应该是在里头都有出现过 是是是是 好 那个时候呢 是两位在年轻时候很流行的羊片 我们前面的剧情其实也有写出来过 我们来看看两位写的 某志写的 太愁 所以要重写 师兄真的是很贴心 好 有有金玉蒙啊 对不对 好 其实罗马架起应该是当时候年轻的时候 就连我们后来再重新看这个电影播放的时候 也会觉得都是女孩子喜欢看的 那种很浪漫的经典戏嘛 浩生有没有很好奇的想要问两位 两位老人家 我怕我问的太古早 他们想不想 真的吗 那就问一个您觉得您想要知道的 我想要知道的 好了 那我这样我这样我这样问好了 好 师兄师姐你们记不记得你们头一回出去约会是到什么地方 很久了 不是老师约的那一个吧 不是 是他们自己后来自己约的 野柳 不是师兄师姐松一口气 是我松一口气 你没有让他们造成太大的困扰 OK 不是 因为他跟我讲 他说他喜欢海 他很喜欢海 是 所以当然我就很在意这个 所以第一次给你们讲 那我们去金山去野柳 是 好 接下来我们要请两位再帮我们写一个 我们请写师姐的好了 师姐您自己身上的优点 你自己的优点 你觉得师兄最喜欢的是哪一点 师兄请你写你最喜欢师姐哪一个优点 然后你认为师兄会写你哪一个优点 一个 好比说师兄哪个优点 你们这位感受的优点 你会直接讲出来他最棒的 你最喜欢的优点 那你认为师兄会称赞你是哪一个优点 我觉得有点广泛 真的吗 有点广泛 所以师兄觉得好多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每一个都是优点 对 可能会有一点点粗乎 但是应该是这样子没有 对 师姐认为说师兄喜欢她是因为她有责任感 是 我想应该是结婚之后更看到了一些这个 那师兄写的是说他觉得师姐带人热忱 可以告诉我们一点点小故事让你觉得说 你为什么会写待人热忱的这件事 上人讲的就是要这种心 心嘛对不对 所以他确实是这样子 他真假薄 真假薄 但是又假薄得很好 感觉让人很温暖 这些情 我想这个真的是有时候我们一般人还不见得做得到的 时时刻刻都在关心别人 当然我们也其实从姐姐下来真的看到 真正师姐她是一个很孝顺的女儿 所以就算是妈妈可能对于这一门婚事都还有一点犹豫的时候 也讲出她的担心的时候 真正师姐会试着去了解一下妈妈担忧的是什么 他们两个怎么样去克服怎么样去面对跟解决呢 请大家明天继续收看我们的大爱剧场 情千万里 也感恩三位今天的分享 感恩 感恩 感恩您收看今天大爱会客室 我们明天见